台福天各家媒體 還是大陣仗守候 前總統李登輝 要他還原投書日本媒體 大談歷史 台灣的祖國是日本 台灣對日抗戰不存在 我們要做政治 就跟老百姓說 實實在在有的人 並說台灣有對日抗戰 我說沒有啊 過去怎麼有那種事情 台灣一段時間 像日本怎麼去抗戰 你都說對你要抗戰嗎 要現在怎樣抗戰 老實人說抗戰 說嚎嘲的人要怎樣 接著喊話給現任總統馬英九 因為馬總統非常的憤怒 這番的歷史解讀 認為李登輝出賣台灣 羞辱人民作見自己 這家選舉不好學 就借助一些事情 來想你去頂尾 說老老老… 老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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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' 但是沒老老老老老ia 你怎麼請就 力士軍知道的 93歲李登輝還是侃侃而貪 但現在國民黨立委提案 要刪除李前總統的禮遇 大家看得懂 立法院不是只有那幾個 立法院人 百幾個人在 經濟病得這麼壞 大家要心心也沒有 年輕人要結婚也沒辦法 頭髮也沒辦法 現在的情形 你不要緊緊找一些事情來改善 這話風一轉 李登輝痛病 國民黨把台灣的經濟搞得慘兮兮 不過歷史的解讀恐怕還是有民眾大不認同 東新聞SNG 陳志文 陳欣宜